feeddown是training for marathon 他practice according to his routine 然后是32km a week 然后他的distance是每个星期增加18些 然后x是number of week of training 然后dxthrough mathematical modeling 所以他的第一个是32 第二个呢他是32乘以 他的这一边我们的增加了10% 他就会变成110% 110%是1.1 所以乘1.1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32乘1.1的时候 我拿到的会变成这一个35.2 所以他是35.2 然后我的d3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那个35.2再增加1.1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其实我就直接在乘1.1啊 ok 32乘1.1 所以这一个呢 我们就能够知道 这一个东西其实是32乘1.1 的square power1 然后1.1 power0 所以我第四个星期的时候呢 他是32乘1.1 power3 然后第X个星期的时候 然后第X个星期的时候 它是32乘1.1 power x 这样这个就是他的答案了哦 ok来我们看一下 所以他在这边3点 那第一个星期 第二个星期 第三个星期 第四个星期 然后他就会变成了3.2 power 1.1 power n ok 哦我做错了 这个其实是第0个星期 然后接下来的 这个是第1个星期 下个星期 第1个第2个 第3个第4个 所以这一边是1 2 3 这样 所以他就1 就1 2 2 3 3 X 你就可以看到他在这一边 这一个 0 配的是0 POWER0 然后1个星期 POWER1 2个星期 POWER2 3个星期 POWER3 X个星期 POWERX 这样 这个其实是 FORMFIED CHAPTERPART的东西来的啦 ok 但是事实上 如果你 会的话呢 你 呃 厉害的学生 他 他真正来讲 他是FORMFIED的 那一个 呃 18课 Mathematical Modeling 可是 FORMFIED CHAPTER1 会的人 他其实 懂这个 可以拿得出来的 甚至是 有一些学生 他们有MX的 那一个 FORMFIED CHAPTER4 APGP 这个是GP来的 so 他也不一定是Mathematical Modeling ok 好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